当他用这套法律来规范它的所谓城市的工业的时候 那就几乎没法搞 这些越是人口密集度高 越是贫民户大 越侵入不了工业化 大家好 我是温铁军 我们这一讲给大家介绍一下印度的经济发展情况 我们在以前的讲座中提到了 印度1940年建国以后 因为它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当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割世界的双寡头地缘政治控制之下 苏联人出于南下暖水的战略需求 向印度做了工业化投资 但这个工业化投资投到印度 面对的是印度这样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社会状态 所以它就没有形成集中的工业区的这种建设 由于这个工业是分散的 它就构不成一个工业体系 所以尽管在1947年以后 印度经济有增长 但是增长速度和中国相比 就相对来讲逐渐的减速 中国在1950年代和印度一样 同时接受苏联的工业化援助 当年苏联人援助中国是156个大项目 中国自己上了680多个项目 所以这样中国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到60年代的时候 中国工业增长速度就大大的快于印度了 所以你们看双方的喇叭口 就是经济增长的差距 是在60年代拉开的 并且越拉越大 那我们看印度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完成解职 解除殖民地的这个控制 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体 然后变成这个 所谓民族主义的 以国家为单位的 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上 印度呢 确实和中国之间是有差别的 我们在以前的几讲中应该说已经介绍了印度的这个社会多元的这么一种状况 社会多元和工业化要求的高度集中的规模化生产之间是一对天生的矛盾 早期殖民化时期所形成的基本建设是因为殖民地宗主国具有绝对的统治权 原住民的土著社会是被殖民的 因此他没有任何自己权益的表达能力 所以那宗主国需要按照他的全球贸易的要求建立港口 形成铁路 形成公路 形成城市等等 这些呢他还能完成 但如果我们看哈 你没有形成一个城体系的工业结构 那就不能大量吸纳就业 那不能有效的改变原有的这个社会结构 那这个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大量的人口在和平年代是一定会繁衍出来的 原来这些人呢在农村就是无地农民 无地农民得有地可租 他才能生存 但是当人口大量繁衍的时候 那土地资源相对来讲比较短缺 作为地主有土地的人 他为了追求他的土地的产出率 他是要把土地租给那些 从劳动力比较上来说 那个生产能力最强的主要是中农和富农 而不是我们教科书上所想象的是贫农最受剥削 其实这时候贫农想做到地的难度是大大加强了的 于是我才导致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叫做空间平移 集中贫困到了大城市的贫民窟 那这就更进一步的障碍着你的这个经济发展 因为在大型贫民窟生存的这些人 他也养家糊口 他也是要大量繁衍人口的 所以贫民窟人口也在膨胀 那你要想在印度办一个正规的工业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规范法律制度是跟西方看齐的 它是和英国的那个所谓海洋法系是一致的 那当他用这套法律来规范他的所谓城市的工业的时候 那就几乎没法搞 为啥呢 你雇一个劳动力 你得管这个劳动力的所有的扩大再生产 也就是你得帮他养家糊口 他要养老 他要看病 他孩子要上学 所有这些东西 那对于印度来说 你要想搞劳动密集产业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经济的矛盾 就是一方面大量的人口是贫困状态 聚集在贫民窟里 另外一方面劳动密集产业发展不起来 你们知道这个劳动密集产业是工业化 早期你初期阶段的时候 那就得先搞劳动密集产业 你才能一点点的形成一点积累 然后当这个劳动密集产业带动的人有了收入 他才有购买力 你才能有内需 然后才能把这个消费品工业 一般商品生产把它带起来 这些事在大多数贫民窟来形成城市化的国家 几乎都做不到 所以无论你去看印度 你去看孟加拉 还是你去看这个非洲 这些越是人口密集度高 越是贫民窟大 越进入不了工业化 这个矛盾就是苏联计划经济时代 他因为宣称社会主义 来的这些工业没形成体系 没有带动就业 原来传统社会人口不断膨胀 和平时期 那大量的人空间平移集中贫困 进入到城市变成贫民窟 贫民窟又最阻碍工业化的发展 因为贫民窟的人口 他不适宜变成劳动密集产业的人口 这就导致客观上 印度进入工业化的能力非常之有限 那他贫困问题就不能解决 那越是这样的 就是农村中的资源就寓意有限 这时候如果你想搞一个大型企业 你有资本还不是个大问题 你可以从国际上借款等等 但你总得要占有土地 当你要占有土地的时候 你跟那些土地上分散的那些小地主 就直接发生冲突 而这些中小地主又恰恰是农村中的主流 他们控制着农村社会 这些中小地主多多少少有点余千胜米 他们的子女又都是在外面受教育的 又都是接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的 对吧 那个个体化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又非常强 于是印度又是一个世界上的NGO大国 那就是说这些你要想发展经济 你要想占有三要素 劳动力 对不起 在贫民窟生存条件下 他要的是你得给他养家糊口的这种 所谓扩大再生产的开支 他才能给你干活 当然话说后来 城市里边的工会运动等等这些 也是非常强大的 八小时工作制到休息的时候必须休息 然后你要想要节假日加班 必须付双倍工资 所有这套东西完整的 劳动力秘密产业在印度这种国家 本来它是最有条件的 因为它人口很多 年轻劳动力非常多 但是对不起 它这些劳动力其实是大量外流 到阿拉伯国家 到那些石油产出国到那儿去打工的 本国劳动力资源很难利用 土地资源 当你要下乡去所谓争块地的时候 你首先遭遇到的是NGO中小地主 这个农村经营阶层形成的这种反抗 而农村经营阶层又极容易动员 它的所谓雇农 这个群体加入到反抗的过程中 因为雇农也是利益很清楚 如果你把地占了 那我的连租地来养家糊口的能力都不能用了 而大量的雇农又都是中老年 对不对 那他又不能进场做工 所以对他们的利益是直接的冲击 因此在印度农村发生土地矛盾 这是一个所有办企业的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曾经去过一个印度发生过比较严重的土地冲突 做过调查研究 当时这个也有点意思 有中国的企业在印度投资想要上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小工作团队 他们跟我一块去做调查研究 那中国这些要做投资的企业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当然他不是专业研究人员 我们也理解他们从利益出发 他们跟我完全相反 那当然最后他们的投资是失败的 我就直接告他们说 你是不能做这样的投资的安排的 你们脑子里想的印度是个13亿人口大市场 你们想的是你们面对这个市场 你们必须怎么怎么 你们把在中国建企业的这套经验搬到印度是彻底失败的 首先就是印度自己本土的企业 大家都知道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 要在这建一个最便宜的就生产廉价车的这么一个工厂 它地争了一部分 立刻导致大规模的反抗 导致这个企业彻底损失 就这个地呢 现在为止仍然荒在那 多少年了 乃至于导致政府 就是批准它争地的地方政府跟着倒台 所以在印度所发生的 我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社会的文化的种族的 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这个结构问题 希望听我这番介绍的这个企业界的朋友们接受教训 不要以为这么多的人口 这么多的年轻劳动力 然后他的教育又是相对普及的 然后他就是你最好的这个投资场所 千万不要盲目的把市场经济教科书拿来理解 印度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 所以我说呢 印度自己的内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 错综复杂 制约着他进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所谓现代化 对此我希望大家多些理解 不要轻易下结论 好了 我这一讲就交到这 谢谢大家 有多少人了解过去的老冷战 有多少人知道老冷战结束的时候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多少人知道当老冷战结束转为后冷战时代的时候 以及当后冷战又再转为新冷战的时候 都是哪些关键因素造成的这些转化 我是温铁军 欢迎来到我的观课堂 这些转化